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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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都是時間收工了 你都不要做到這麼晚了 十點鐘好走啦 省點電位環保出分力 蛤?又是這句? 不是啊!今年又破紀錄? 還破了十個紀錄 真是要看清楚數字 嘩!今個夏天真是好熱啊! 是1884年有紀錄以來最熱的夏季 2015年6月至8月的平均氣溫高達29.4度 打破了剛剛去年2014年創下的29.3度紀錄 今年6月亦都是有紀錄以來最炎熱的6月 而在颱風蘇迪羅的下沉氣流影響之下 2015年8月8日天文台的氣溫更加飆升到36.3度的新高 打破了1990年36.1度的舊紀錄 比舊紀錄高0.2度 難怪今年夏天的電費更像貴過去年 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也確認了 2015年的夏天 全球陸地和海洋的平均表面溫度 是至180年以來最高的 今年夏天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8月和9月香港都沒有封打 是1946年有紀錄以來的第一次 我知道和阿爾尼諾有關 受阿爾尼諾的影響 赤道西北太平洋中部和東部的水溫持續偏暖 導致西北太平洋熱帶氣旋山城的位置 較正常情況偏東 增加熱帶氣旋提早轉向較北方向移動的機會 引致進入南海的熱帶氣旋數目較正常少 還有今年8月至9月南海一帶的西南氣流偏弱 導致水氣的輸送和熱帶複合帶偏弱 不利熱帶氣旋在南海生成 在西北太平洋入到南海的風少 而南海又生不到風 難怪8月和9月都沒有風打 講回溫度 在全球暖化和本地城市化的共同影響下 香港下季的平均溫度有顯著的長期上升趨勢 高溫破紀錄的情況越來越頻密 當然明年2016年會不會又破紀錄呢 仍然有很多變數 但長遠來說這些紀錄只會越來越容易被打破 除了溫度以外 其實世界各地近年都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極端天氣 例如超強颱風、乾旱和暴雨等等 其實這些都跟氣候變化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看清楚點數啊 千萬不要錯啊 明早給我吧 你都是時間收工了 你都不要做到這麼晚了 十點鐘好走啦 省點電位環保出分力嘛 蛤?又是這句?